好继续再来看到花莲市长魏家贤 29号在嘉义市 那么在嘉义市副市长的成熟会见证之下呢 与社团法人嘉义市嘉义行善团理事长徐文志 来签署了新建公共设施捐赠合作的契约书 那么目的是为了要确保农兵桥施工的品质 那么以及后续管养责任的保证 这也是嘉义行善团的首度与受捐助的单位来签署合作契约 桥领域50年的农兵桥 早期是花莲市需区与美轮地区的重要交通要道 被县府列为围桥之后 施工所积极找寻相关的资源经费来改善 嘉义行善团得资之后再度元首申援 协助花莲市公所重建农兵桥 双方在嘉义市副市长陈淑会的见证之下 签署新建公共设施捐赠合作契约书 看到我们嘉义行善团 集合无穷的民间力量 也搭起了所有善众的一个平台 过去行善团 那么在元建很多的这个桥梁的时候 很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品质 让我们的公共工程的一个建设 那么是提高这样子的一个标准 那么我们也让受证的这个单位 受证的地方政府 那么也能够来做一个检验的一个参与 让我们的公共工程的品质 都能够达到这个行的安全 市长外加贤相当感谢嘉义行善团的协助 而未来市公所会负起相关经度的责任 期盼农兵桥重建之后 能为花莲提供安全通行的桥梁 我要谢谢我们嘉义行善团 在长期以来对于花莲乡亲的一个关怀 那不论是师官祭贫的部分 那这一次也是第四座的桥的元建 那我们也希望说 能够感谢所有嘉义行善团的每一位朋友 因为每一分钱都是来自于民间 那今天也谢谢理事长 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那我们可以在做元建的部分 能够更能够把每一分钱都做到 每一个应该要做的位置上面 那再次也要谢谢嘉义市政府 我们副市长 将陈副市长来做一个见证 我相信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也可以树立起一种新的一个合作模式跟典范 这次签署合作企业重点一种包括 嘉义行善团同意出资新建农兵桥重建工程 而在竣工之后 施工厂商必须报请施工所查验 若工作品质不符合施工图规定的时候 必须通知厂商现行改善 目前这座桥梁在7月15号起风桥施工 预计在111年农历年节之前启用通车 接着学历情嘉义市报导